2021年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平凡不平凡的李小龙展览中 展出了包括他黄色战衣 在内的400多件网络 回顾了他短暂 但无比精彩的意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李小龙为死亡的游戏写了手稿 难看到他对动作 镜头 台词 都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中国功夫难走向国际 就是在这一笔一画 图图改改中实现 李小龙极为广泛的世界影响力 使得他成为了一个 跨越种族肤色的精神存在 20世纪90年代 波黑战争结束以后 波黑人民想要在莫斯塔尔 树立一座团结人民 团结种族仇恨的雕像 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 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英雄 那就是李小龙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不只能看到李小龙 还能看到金庸的手稿 皇家区的杰他 张国勇 李彦芳演出的服装 相比冬结千年的国际众戏 香港流行文化的确很年轻 但他们也在时代的讨论中 成为香港地理世界的 一张文化名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